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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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看起来有点奇怪 我怕他到底在看什么了 力领姐暗得好像是七楼 可是为什么电地开了他不出去 力领姐干嘛跪下 走廊上又没有人 力领姐到底在害怕什么 他干嘛电梯按完七楼又按五楼 门外又没人他就怕什么 安全门外还有没有监视器 安全门外面没有监视器 就这几只 对 如果说你每个安全门外面 都要装监视器 那花不少钱 我之前有跟立长反应过 我说这社区那么大 私交很多 我们几个观点员顾不了那么多 对啊 国昌哥你这样讲不公平 社区的监视器 本来就是社区管委会要装的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机会 是管委会的事情 但是管委会他们有意见 他们一直挡下来 他们说什么装监视器 侵犯到他们什么隐私 所以我才说立长 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 我去讲 他们也跟我讲一样的理由 后来还是没有装 没有装 你是立长不是要照顾好社区安全吗 那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大家 你跟我激动什么 我听到立凛姐有事 我不是马上就赶过来了 立凛姐跟我这么好的朋友 我也很担心她 你担心什么庇佑啊 人就已经不见了嘛 警官 你们警察局那边 有没有附近的监视器可以看 我们会去调画面 讲了 来确定一下立凛姐 有没有可能是离开社区 赵小姐你先冷静一下 我又怎么冷静啊 我妈她就是 隐身生的不见 老大 来啦 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兰可儿事件 什么兰可儿啊 她跟立凛姐一样 也是一进电梯 人就不见 看一下